听者从博奥亚洲论坛嘉宾服务保障组了解到 目前已经确认的餐会代表涉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语言涉及英语、俄语、泰语、西班牙语等十几个语种 为做好外宾的服务工作 目前服务保障组已经针对不同语种招募了50多名翻译 保障外宾餐会需求 餐饮方面 本次年会在确保用餐安全 全面提升用餐舒适度的同时 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 及宗教信仰 制定了个性化菜单 同时在车辆保障方面 今年的会议保障车辆 首次全部使用了新能源汽车 那么我们结合餐会嘉宾的数量 配置了各种型号的保障用车 方便嘉宾出行 为做好2023年博奥亚洲论坛年会 电力供应应急保障工作 海南琼海供电局成立了31人的应急保供电队伍 配置一台应急发电车 以及三台不间断电源 确保重要会议期间核心负荷的可靠用电 此外 博奥灵碳示范区建设 也成为今年博奥亚洲论坛年会的一大亮点 目前 博奥灵碳示范区已完工的16个项目 可实现减碳每年9055.8吨 其中今年年会期间 在博奥亚洲论坛绘制所在地东宇岛 所有场馆实现百分百绿电供应 全部电力均来自岛内外清洁能源发电项目 年会期间 预计东宇岛最高用电符合为6.64兆瓦 最高用电量为23.61万千瓦时 相当于减少标煤燃烧75吨以上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34吨以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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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